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 真正能征服男人的女人不是漂亮,是以下优势 爱情就像是浓厚的迷雾 让人看不清所爱之人的真心 常常让人爱得小心翼翼,爱得患得患失 男人和女人付出真心之前 彼此都在千方百计,想要征服对方的心 于男人而言,漂亮的女人如同花瓶 真正能使得男人心动的女人,往往是有趣的灵魂 以及内在的,风营,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 索菲亚,罗兰说,美丽使你引起别人的注意 睿智使你得到别人的赏识 而魅力却使你难以被忘记 女人空有美丽的外表 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没有一个好的性格 生活懒散,缺乏积极向上的力量 对于睿智的男人而言 深知不是良配,并不会为之心动 真正征服男人的女人,靠的不是漂亮,是以下特征 喜欢活得有韧尽 有梦想有自我,有梦想有自我的女人 活得就像是一根青竹,坚韧而顽强,令男人刮目相看 在人生路上,有梦想的女人不会随波逐流 而是知道怎样控制和规划人生 虽然追求梦想的路走得很艰难 但是从不会退缩 那种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态度 让女人自身闪闪发光 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让男人忍不住为她喝彩 男人从心底欣赏的 是遇到困难不服输 敢于接受任何挑战 能够吃苦,不断向前冲的女人 也许漂亮的女人 能给予男人视觉上的欣赏 但是容颜亦老 当女人的青春美貌被时光掩埋时 男人对她的欣赏度便会直线下降 如若一个女人活得有梦想 男人会觉得她光芒四射 并且愿意和她共同组建家庭 因为她相信在两个人的努力下 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喜欢女人有乐观的心态 不玻璃心 女人哭 能让男人怜香惜玉 让她为她而惜软 但是如若女人经常哭哭啼啼 男人则会反感 真正能让男人长久深情相待的女人 往往拥有乐观的心态 从不玻璃心 能笑对生活 威尔科克斯说 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 笑颜常开乃意识 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 仍能微笑的人是真正的乐观 乐观的女人内心强大 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总会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不会怨天尤人 更不会把责任都推卸到他人的身上 不管这时间 有怎样的风雨 不逃避 不慌张 不抱怨 而是坦然接受 然后努力去扭转乾坤 所有的事情在她眼里 都是命运安排的挑战 乐观的女人面对生活的刁难 越战越勇 不妥协 不放弃 这样的精神会打动男人 愿意与她成为今生不离不弃的伙伴 喜欢女人善解人意 灵魂有趣 在这个世间 时常会感觉生活很苦 很孤独 在内心深处 渴望得到理解 得到共鸣 即便是男人 也是如此 真正能征服男人的女人 拥有善解人意的绝技 而且 她的骨子里 透着有趣 与她聊聊天 会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内心平静 思路会更加清晰 并且 无论和她聊什么 仿佛她都能懂她的心 男人的苦 男人的不义 男人的心酸 在善解人意的女人面前 好像都能被理解 被抚平心浮气躁 有时 一个眼神 她就懂得她的所想 那种感觉 让男人为之心动 因为 善解人意的女人 让男人感觉 自己找到了灵魂之己 找到了这世间 真正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 善解人意的女人 灵魂里透着有趣 让男人为之着迷 忍不住想要用一生去珍惜她 女人 请好好经营自己 美丽的外表 很容易被岁月所消耗 内在的气质与魅力 才是女人的加分项 不管是经营感情 还是自己的人生规划 都不应该放弃自我 蜕变和成长 女人 只有让自己的内在 更加丰盈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才能源源不断地散发出魅力值 征服男人的心 永远 不要靠美貌 去征服一个男人的心 因为容颜亦老 如若 想让一个男人长久地爱你 请学会提升自己的内在 内在有趣 内在有涵养 女人便能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长久地征服男人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